我们变诵Namo Dasa 三生 离经佛陀 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tsa 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tsa 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tsa 老师上次鼓励大家去背诵许多圣经和十二元起之的念诵 所以邀请老师跟带领大家一起念诵一次 因为在每一堂课开始之前念诵许多圣 大力寄宋是很好的 请大家跟着念 OK Anekajati saṃsāraṃ Sandha visaṃ anib visaṃ Gahakāraṃ gavesaṃto Dukha jati puna punaṃ Gahakāraka dittho si Punagehaṃ nukahasi Sabbāte pāsukha bhagga Gahakotāṃ visaṃkhaṃ Visaṃkhaṃ ghatāṃ Visaṃkhaṃ ghatāṃ Cetanṃ tāṃhānaṃ kaya mācchaṃ Next one also depending on origination parts Avijya pachaya saṃkhaṃ Sangkhaṃ pachaya vinyānaṃ Vinyāna pachaya nāmarūpāṃ Nāmarūp pachaya salāyatanaṃ Salāyatana pachaya bhasu Bhasu pachaya vedana Vedana pachaya tanha Tanha pachaya upādānaṃ Upādāna pachaya bhavo Bhavo pachaya jati Jāti pachaya jara marūpādānaṃ Heṃkhaṃ kāōo Y stay 这个解说来了解 这个是简要的解说 义主什么提到 以一个偈颂来形容 在这个偈颂里边 就提到几个含义 这个是简要对缘起的定义 就是根据义主 以五种方式 简要定义缘起的十二支 第一 迪神娜迪德德 迪神娜是教法 我只要说迪德德就是差别 就是以教法的差别 来定义缘起 因为佛陀在解说缘起的时候 用各种不同样的方式来教导 所以这各种方式 我们需要知道 总共有几种方式 佛陀教导缘起 第二 就是它的含义 就是所缘起之 每一支的含义 比如说什么是无名 阿比加 什么是三卡拉行 如果不了解它的含义 我们就不能理解 也不能完全掌握缘起 这边的含义是指 它的指词的含义 所以首要是要知道 每个字的含义 第三 ラクナデド 是以 香等,每一个延起之都有它的香微先起足处,也就是所谓的香等,比如说无名,无名的特香是什么,行,行的特香是什么, 每一个主义延起之,我们都需要知道这个对时机修行延起的时候都很重要, 那某一天当你在休息,常修,在常修过,常修休息到这个明法色法,很清晰的能够掌握明法色法过后, 你就可以进一步休息,原色受之,Pachaya Parigata Yana,在这个阶段就是去见识它的因果了, 所以如果想要很详细的知道延起的话,如果你能够详细的以这种香味先起足处的方式了解, 那缘起对你的缘起休息有很大的帮助,第四,Eka Vita Dito,与一种等,第五呢, Angga Nanja Vata,与缘起之的差别,那这一种这种五种方式呢,是将会详细的再给大家解说, 这是,那首先是,第四,Eka Vata Dito,与教法的差别,就是佛陀,以各种方式来教导缘起, 过后呢,每一个缘起是,将会,我将会诸意详细解说, 然后它的含义,Ata,还有它的香,还有它的一种二种等等的这个组别的分类, 所以,首先呢,我们将来讨论,究竟佛陀教导缘起,总共有几种方式, 根据不同个人,老师,这个佛陀教会以不同的方法教,有一些人呢,他很善巧, 更新敏锐,佛陀就可以从头到尾教导,那有一些呢,不用完全从头到尾教导, 有些是根据中边,开始到结束,首先我们看, 佛陀以这种方式教导,缘起呢,佛陀以四种方法教导, 首先第一种是,就是从开始到最后,第二, 缘起从中间开始教导到最后,第三种方式是, 从后,最后一向回来最初,教导缘起, 从中间开始解说,到一向回去最初, 所以大家可以看,从开始到最初到最后, 从开始到最后,从中间到最后, 从后面返回来最初, 然后从中间返回来最初, 这是佛陀教导缘起的方式, 我们再来看,这四句它的含义是什么, 什么是从开始到最后呢? 为了让大家了解,就有这么一个批语, 就像一个人, 他在摘取曼藤的时候, 他看到曼藤的根, 他就从根拔起, 然后一切,整个曼藤就被拉起来了。 也就是当他拔起曼藤的根的时候, 他就一直沿着根往上收集, 直到整根曼藤收集起来。 这个批语就是佛陀教导缘起, 也就是从缘起制的开始, 直到整个缘起制解说完。 这种教法是很常见的, 很多经典或者阿比达摩, 佛陀都以这种方式教导。 那老师呢? 就先从, 马哈丹哈山凯亚之达, 大胆爱断除经, 影句给大家参考。 马哈丹哈山凯亚之达, 马哈丹哈大胆。 根据这里部经, 是这么解说的。 其实老师没有完全摘取, 枕断, 大力经文出来。 老师摘取, 他中间而要的方式, 主要是摘取, 缘起的四种, 佛陀的四种缘起教法。 来给大家参考。 朱壁窟, 以无名为缘而生喜, 由于无名行生起。 Sangkara Bhattaya Vinyana, 由于行, 时生起。 以行为一因, 时生起。 然后接下来, 时缘灵色。 以灵色为缘, 六处生起。 溜出缘处, 处缘受, 收缘爱, 爱缘取, 取缘由, 有缘生, 劳食, 愁悲苦, 忧恼。 此类一些中苦的记忆集, 这就是苦。 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 由于无名的缘故, 我们生, 以及这三和不善业。 三和不善的行, 由于三和不善行, 我们就有未来的生命。 所以作为佛教徒呢, 首先第一步是要斩断, 无名。 如果不了解, 完全不了解, 不能完全了解无名的话, 我们是没有办法斩断的缘起。 所以, 无名是主要带来苦的原因。 阿维迦无名呢, 是带起我们所遭遇的一切。 所以, 这种教法呢, 是缘起之教导的第一法。 就是从开始到结束, 整个缘起之完整解释。 就是无名开始, 无名缘形, 行缘时, 时缘凝色, 缘, 溜出缘处, 缘处缘, 受缘, 爱, 爱缘, 取, 取缘, 有, 有缘, 生, 老, 生老死愁悲苦, 有脑等等。 所以, 整个过程, 这整句话, 其实是包含了三, 四, 根据经教法的篇类, 从无名, 开始无名, 行, 是过去生。 大家稍微先以这个角度来了解, 无名, 行, 是过去生。 然后, 十, 开始, 到九, 十, 明色, 六处, 处, 受, 哀, 取, 有, 是, 此生的, 现在是。 那, 生, 老, 死, 是, 心的意思, 就是未来生。 所以, 这是其中一种方式了解完整的缘起, 知的顺序。 现在我们来看佛陀教导缘起的第二种方法。 从中间开始到最后, 其实这个例子呢, 是从分别人, 他的遗珠可以看到, 就像一个人, 他看到漫堂的中间, 他砍断中部, 然后从中部开始往上收集和取用。 他进森林去找这个漫堂, 那时候他第一眼就看到漫堂的中边, 中部, 他看不到他的前端, 看不到他的尾端, 他只看到漫堂的中间, 那他就从中间开始剪断, 然后从中间再沿着往下到根部, 以这种方式来收集漫堂。 这也是佛陀教导缘起的其中一种方式, 从缘起之顺序的中间开始到结束。 那这个例子呢, 也是可以从Mahadana Sankhaya Sutta里面找到, 从大贪爱端处进行找到。 那中间哪里呢? 中间是这个爱, 或者是Tanha, 对不起, 不是爱, 是Sou, 从Sou开始, 是Sou, 是Sou其实是一种, 是果包食的Sou, 果包性的Sou, 由于喜欢, 由于Sou而, 对他身体喜爱而当着, 由于Sou生喜爱, 所以就取。 因为身体这种好的Sou, 他就喜欢, 因为喜欢, 就会直取。 接下来就, 顺着缘起之, 延展下去。 因为Sou, Sou, 缘爱, 爱缘取, 取缘由, 有缘生, 生缘, 老, 因, 死仇悲苦, 又老。 这也成就了整个苦的具体。 也就是说, 从Sou过后, 因为Sou缘起Sou, 由于Sou的原因, 他就生起爱的这个结果。 由于爱, 或者是他, 他, 取缘, 只取生起。 因为取的缘故, 有生起, 也有生起, 由于也有, 就有生老死等等。 这也是从缘起之的教法讯息, 从中间到结束。 这是佛陀教导缘起的第二种方式。 第三种方式是, Pariyosa-na-to-bataya-yawa-ari。 Pariyosa-na-to-bataya-yawa-ari。 Pariyosa-na-to- 这个章节里边也有这么解说, 总共, 从这边可以引申七十七种枝。 也就是这七十七种枝呢, 是解, 引申是, 从《无碍解道》这本书里边有详细解说。 在《无碍解道》这本书里边有详细解说。 由于生的缘故, 就有老死。 没有生就不会有老死。 所以老跟死是因生而起。 因为有有, 越有才有生, 所以生是因有才生起。 所以从最尾端, 逆向反过来, 去追缩它的原因, 往前追缩。 就是从后面往前, 去, 推演。 推。 就像一个人, 他看到这个曼腾, 只看到它的尾端, 然后他就抓取这个尾端, 从尾端一直去, 沿着去一直找到的这个根部, 然后就整个, 整个曼腾收集起来。 佛陀教导缘起, 也是如此。 从最尾端, 反过来, 一直去解说到开始。 这一段巴黎是蛮长的, 老师只是简要的来跟大家解说。 佛陀解说这一段的时候, 是以好像温达的方式, 来解说。 我说生缘老死。 主彼伍是否生缘老死, 是否是这样呢? 那生缘老死。 那是否缘生, 就有老死呢? 那主彼伍就知道, 因为生, 所以有老死。 也就是从最尾端, 最缩, 回去前端。 那今天就不详细解说, 老师只要简要给大家介绍, 总共有四种方法, 教导缘起。 第四种教导缘起的方式是, matyato bata yavadi, 从中间反向到最初。 他所给的例子是, 就像一个人在收集这个mountain, 他看到mountain的中部, 他在从中部里面斩断, 再往下, 而到根, 追缩到根, 收集起来。 也就是这个人到圣灵收集mountain的时候, 他看到一根很大的mountain, 他只看到中间, 没有看到前, 没有看到后, 那就从中间斩断, 然后再往下到根部, 去收集这个mountain。 同样的佛陀也是, 以这种方式, 从中间反向到开始, 去解说缘起。 另外一部经是, ahara sutta, 十, 四十经和十经。 四十经。 这部经是很常见的。 总共有四种石, 大家都知道这四种石。 鲁皮菇只等四十, 究竟他们的原因, 他的因缘是什么? 他们的机器是什么? 他们从而而生。 他们生的原因是什么? 食会生起。 食是因为贪爱而生起。 贪爱是因为具体而生起, 以此类推。 这也是解说, 从中间到开始, 反向去, 前端, 以这种方式来探讨缘起。 那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佛陀, 以这种差别说法来教导众生呢? 为什么佛陀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解说缘起呢? 大家还记得上一堂课, 老师讲过, 佛陀说的, 这个缘起是很深很广的。 所以为什么佛陀以四种方式教导呢? 第一是, 巴辩葵什。 巴辩佛陀, 巴辩孂 wrestah samadnaptakatta. 那缘起呢? 王善的是有四种方法, 任何一种都可以通达正道, 也就是 如果 因为一个人不了解缘起的话, 他不能脱离苦, 解脱苦 解脱苦 所以他就要先掌握缘起 要掌握缘起 要知道缘起的含义 以这种式的含义 从另外一点开始都可以导向最终通达这个缘起 第二种佛陀以这种方式教导是 因为佛陀居住 这种以优雅的方式来教导 为什么呢 因为佛陀以四无为之 而四无爱 解 首先 四种无为之 还有四种无爱 四种无爱之 无爱解之 还有 加毒 加毒 毕达 甘毕达 四种神圣的状态 因为佛陀具备了这些数字 佛陀就可以以各种方式 很优雅的 很好的教导 所以佛陀具备这种数字 他就可以以各种方式教导缘起了 比如说从最初到结束 就是以顺序的方式 为什么佛陀将教呢 是为了那些愚昧于 诸有 诸有为的这些进行的原因 整个过程的原因 为了教导这些 那佛陀具备 那佛陀就以各种各自的 各自的原因来进阶的教导 来展示这个缘起的持续 那从最后到反向来开始呢 是要禅息 从老史开始 种种到苦的追缩 去找出每一次 层次的苦的原因 然后从中间 从中间开始 开始到最初呢 是为了教法因果的延续 会说到过程 为了展现 叫因果的延续 从过去时 然后在现在 也就是过去生的因导致现在的果 现在的因导致未来的果 佛陀佛陀呢 要连结这三诗 来解说 所以佛陀用这四种 缘起的教法 来解说 缘起 所以 这边呢 大家的主缘可以看到佛陀教导 缘起的 这个简要图 首先是无名 无名 行师 瘾色 六处 处 搜 爱 取 由 生 老 死 这是十二 缘起之 首先我们看 佛陀教导 缘起的第一方法 是从开始到尾端 这个显示图 可以给大家看到 这个显示图 可以给大家看到 第二种方式 从中间到尾端 从受 开始 到老 死 然后第三种方式 是反向的 从尾端 到开始 从老 死 再往前 推 到无名 第四种方式 是从中间到开始 那中呢 它是以 这个 死 死 死 作为它的 因 为开始 其实 它是 属于 爱 也就是 这个 单怕 贪 从 爱 再 返向 追 说 到 无名 所以 这是 师 佛陀教导 四种 缘起的 这个 简要 四种 方法的 简要 显示图 下来 我们 来 看 缘起 之 的 含义 那 有些 兰卡 的 村长 都 问 老师 为什么 您 教导 缘起 的 时候 都是 从 无名 开始 讲 解 呢 是 什么 原因 呢 以 这种 顺序 的 方式 讲 解 那 无名 缘 缘 为 无名 的 因 是 什么呢 所以 老师 呢 能 在 这边 也 让 大家 稍微 讲 解 为什么无明是在整个缘起里面作为最初的缘起之 为什么它是开始呢 其实无明不是无因的 没有原因的 无明也有原因生起的 无明生起的原因都因为是猪肉 因为猪肉的缘故 无明生起 在中部正间境里面提到 是法律佛达证者提到的 阿沙沙沙沐德亚阿维加沙沐德亚 由于猪肉生起无明生起 阿沙沙沐德亚猪肉生起 猪肉吉故无明生起 阿沙沐尼罗达阿维加尼罗达 猪肉灭 无明也跟着灭 由于猪肉的缘故 让无明生起 但猪肉被止息 无明又不生 所以根据阿拉汗 因为阿拉汗 根据阿拉汗的体征 阿拉汗呢 也是阿沙沃开亚 就是猪肉断 阿沙沃开亚是指阿拉汗的 成就阿拉汗的时候 他就斩断了所有的猪肉 所以他是无肉 断肉 因为断肉骨不再有无明 因此无明也放在猪肉 是指的开始开端 过后佛陀进步 以两种开始点来解说 也就是两种可能 可以作为缘起的开始 一个是从无明开始讲解 根据无明经就有提到朱蒂菇 因为不见无明 要出十点 所以说无明以前不存在 从此以后而生 当了知无明乃此原生 那我们来看他的含义 比较 就是比较 无明的始端 为什么无明是始端呢 因为在这之前呢 是不存在的 过后因为无明乃 而整个缘起身体的 那无明是导致 而是导致恶痴的特别原因 由于累积不散业 就会导致这个恶痴的 这个投身的果 那如果以爱 就是贪 丹哈作为开始 谈缘起呢 这个是根据 政治部 丹哈书达 无爱经 爱经 能解 朱蒂菇 因为不知有爱 作为前记 或者初始点 所以说 有爱 这个爱以前 是不存在的 因此过后就各种 生起了 所以如果说 我们结合无明跟爱的话 这个无明 是导致恶趣的特别原因 爱呢 是导致三趣的夜的特别原因 比如一些人他喜欢招三夜 比如说供养布施 供养佛 供养佛 等等 他招了三夜过后 他就有 这个 发愿 想发愿 我想要成就这个 我要成为这个 他有这个未来的 愿意未来的计划 其实这个是 爱 贪爱 当有这种愿 其实是一种 贪爱 成为 积极的 的存在 但是 虽然如此 它是导致三趣的原因 有时候呢 世尊又有一法 有时候用恶法 来交世 轮回 的这个初始点 有时候或者用无明 有时候用爱 有时候用无明跟爱两者 来开始结束人体 比如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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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英 精 佛陀就以这种方式 也无明开始 以无明为 这个 最接近的原因 而 有行 以行为最近的原因 而有始 那如果我们看 另外一部经 直取经 那 有如有无明 带及爱相应的 这个 这个 宜人 宜夫 那这个身体 就 集起 这个身 以外 明色 为恶 以这恶法呢 处 生起 处以 六处 生起 尤其 如此 出等等 出生起 然后就有苦受 热受 生起 与此类推 也就是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身体 身体呢 是因为 无明和爱的缘故 无明 盖和爱 两个因 那我们来看 如果根据 无始相应 这部经 相应部里面提到的 这部经 这句话很出名 朱皮窟 轮回 大家应该了解 轮回 轮回是 无始的 也就是 起始点 是没有办法 被众生所知 但是由于无明 盖和爱的缘故 有情 流转 轮回 因为无明 爱 我们还 我们大家还继续 还在轮回中 来生 直到来生 还在 缘起 轮回中 流转 所以 从这边呢 可以看到 有两个因 因为 无明 盖 再加上 这个 爱 解 所以 无明 跟爱 是导致 是导致 生命的 延续 也是 此生的存在 那此生也是如此 无论我们累积 什么业都好 都 使着无明 无明跟爱 作为它的 因 所以无明跟爱 是两种原因 这个是佛陀以二法来开始谈 连起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了解 无明的含义 根据 经教法和论教法 来了解 无明 今天我们也许 只有时间 但准备进行教法 或者 谈到 其中什么是无名呢? 对苦无知 对苦疾无知 对苦灭无知 不知去向苦灭之道的无名 这称为无名了 所以无名是什么意思呢? 无名就是不知道世生地 显然这是主要的解说 这个是根据经教法解说 无名就是不知道世生地 这就是无名了 阿比达摩就是究经法的方式了解 无名是什么呢? 无名其实是痴心所 无名就是痴心所了 摩哈解的希格 摩哈吃的定义是什么呢? 根据法籍论 就是阿比达摩的第一部 七部阿比达摩的第一部论 什么是痴 痴 如果老师没有记错的话 总共有八种痴 我们就先看这个法力的解说 这个大家应该了解了 就是对苦及灭道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另外还有诗句解说 另外加多的诗句 首先 不知道前际 就是过去生 后际就是未来 不知道未来 因为有些人必须不相信未来 有些人是不相信过去生的 所以前际后际 就是对过去生 未来生不知道 Ita Pajayata Pajikta Samuppadnesu Tammesu Anyana 就是持缘性和缘生法的无事 也就是不知道缘起了 这就是持 所以根据经教法 无明 是不知师生的 根据阿比达摩 旧经法是指持新手 另外 佛陀也有用相似的字眼来解说 吃 在阿比达摩论教法里面提到 无明跟吃 吃 不知道刚才讲的八法之外 也就是不知师圣地之外 也不知道师种 另外的 这个法 第一呢 对过去 对过去什么呢 对过去的运 十二戒 十八 十二戒 十二戒 五运 出和戒 那不知道未来呢 Apajandesu 也就是不知道未来的时候 未来的运 戒和戒 Banda Brande 不是前期后期呢 就是 两者 刚才讲的两者 不是过去的五运 未来的五运 不是过去的 十二处 未来的十二处 过去的十八戒 未来的十八戒 那 持原心 和原生法呢 Itapakayata Itapakayata 就是持原心 就是 以无名 而有行 为原 做开头的主持 就是特有的这些 很专有的这些 因果关系 那 离而原生法 就是以无名 所生的行为 开头的主持 所以 简言之 无名是对 无人 无名是对 轮回中的 因果关系 无知 所以这是 阿比较无名的含义了 下面还有一些 一些 一些 字眼的 解说 进一步解说 无名跟 词 这个是在 法吉伦 已经提到 它总共用了 二十五个 同一词 来 解说 无名 或者是 词 那老师 老师只是讲 要解说 首先是 安安安 无知 不知 第二呢 阿达沙娜 不见 不先见 不先观 阿达沙娜 什么又 阿达沙娜 不随觉 不真觉 不通达 也就是 不明白 不偷彻明白 不通达明白 第七 阿达沙娜 不奢侈 也就是 可以了解 不掌握 一巴 不深入 不等观 大家可以 阅读笔记 总共有 二十五种 同一词 来解说 无名 跟吃 那最后 大家看 吃呢 是属于 阿达沙拉 是不善 跟 因为如果 没有吃 其他不善 不会 会生起 因为吃的缘故 无论贪 撑 等等 都是吃 为因而生起 所以那吃 为了一切不善的 跟 所以我们再来看 无名 诗诗 吃 心 所 它是 作为 所有不善 的基础 大家都知道 这些不善 不善因 有三个 是 贪 撑 吃 那贪 而 撑 贪 不会 没有吃 而生起 也就是 不可能 在没有吃的情况下 而有 执着 比如说 我们执着吃 执着癖 都是因为 有吃 如果没有吃 就不会有 这些执着 比如说 阿拉罕 阿拉罕 是生着 他已经 斩断 吃 也就是 无名 犹疑 这个缘故 虽然如此 他们 无论看 听 修长处 他们也不会 生起 善和不善 所以就 因为 没有这个 无名故 没有这个执着 同样的 撑 也是 吊举 也是 不会 没有吃 情况下 不会生起 所以 佛陀就 以 无名 作为 缘起 的 开头 这个是 他的原因 另外 这个 无名 直接 自助 不善 生起 大家也知道 无名 也自助 善 生起 但是 是 不直接的 可是 只是 间接的 通过 心一 子源 而 让 善 生起 比如说 我们想要 我们喜欢做布施 我们 在佛法中 学习到布施 的这个好处 当一个人 做布施 过后呢 他 想要 希望得到 布施 供养过 得到的利益 这个是 这种东西 是因为 无名 所驱动的 比如说 今天做这个布施 希望我未来 能够成为富有的人 能够升天 等等 这种 愿 是基于 这个 三行 虽然是三行 但是呢 有这个愿 也是 坚洁的 自助 由 无名 所自助 无名呢 不会跟 三心 生起 无名 跟三心 是分开 生起的 但是呢 这个无名 却作为 这个三心 生起的 这个基础了 这也是 其中一个 例子 比如说 我想要 富裕 我要健康 我要投身 三聚 无论 我不是什么 我可以获得 双倍的利益 比如说 如果我不是 十块钱 我可以得到 二十块的 回报 有时候一些华人呢 他们都会这么想 如果说 我 不是十块 我可能 会得到 二十块的 这个果报 回报 或者是 不是给低窟 可能可以得到 更好的 这个回报 不是花 蜡烛 灯火 给火 那 更会带来 殊胜的回报 那么我们看 长老本性 或者是 长老这个 批育经里边 提到 这也是 解说这个 无明的 怎么 无明作为 不善的 这个主要原因 而且也成为 善的这个基础 虽然 三星 不会跟无明一起 升旗 但是它会作为基础 这一点 这个典故 老师下一堂课 再会解说 今天呢 老师讲解了 这个 缘起的四种 教导的方式 主要是 讲解 以经教法 和论教法 怎么从无明开始 讲解 缘起 老师相信大家已经了解 他的 老师讲的含义 老师也是尽量的 跟大家解说 对于大家来的 这个参与 傻读 大家 如果说 在整个过程中 有任何故事 请 尊者们 原谅 也愿大家 健康快乐 傻读 傻读 如果没有提问 我们非常感谢 谢谢老师的这个正规的 佛法分享 感谢 解决局势准备 这个笔记